很久很久以前,有一个名叫艾子的中原人,从没有看见过海。一天,艾子来到海边,只见大海一眼望不到边,颜色是蓝的,味道是咸的,顿时兴致薄发,便央告打鱼人带他出海。 打鱼人收网了,网里除了鱼之外,还有几只稀奇古怪的东西,它有青黑色的硬鞘,上下呈圆形,左右呈扁形,有五对脚,其中第一对脚形撞向钳子,能左右晃动,样子可怕,横爬,大的足有一斤来重。 那是什么?艾子指着他急不可耐地问,打鱼人哈哈大笑,你连锁子蟹都没有见过,真是个呆子。 能吃吗?当然能吃,味道还挺不错的呢,尤其是熊蟹的油,雌蟹的黄,简直是好吃极了。 打鱼人一提起他们的战利品,便津津乐道,艾子连连点头,表示记住了,不久,艾子又看到一种类似梭子蟹的怪物,只不过比梭子蟹要小一点,大的只多半斤重。 这是不是叫梭子蟹?艾子问,当地人善意地嘲笑他一番,然后告诉他,梭子蟹生长在海洋的咸水里。 这种也是蟹,但是生长在淡水里,大家叫它螃蟹。 艾子哦,哦地答应着。 后来,艾子居然发现一种长相像螃蟹,可是比螃蟹要小得多的蟹,它的壳最大的不超过铜板。 这是否还叫蟹? 艾子一面问,一面笑起来,这是蟹的一种,叫螃蟹。 当地人回答说,艾子仰天长叹一声,说,老天爷啊,您竟然造出如此相像却有不同的东西。 艾子一周,似询问,似解嘲,为什么一泻不如一泻呢? 在场的人都笑了,后来,一泻不如一泻这一成语,用来比喻一个比一个差。